- 大家車言論的朋友你們好,我是謝老師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兩岸之間買車 台灣有什麼買車的風俗文化跟大陸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的車價基本上購置稅是內涵在車價 所以我們的價格看起來都比較高 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再來我們的稅金是每年都要繳 那此外,有一些交車的風俗明顯不太一樣 像台灣是民間信仰比較興盛的 所以有些人如果今天要買車或交車的時候 他會看日子,譬如說找命理師看個日子,他去簽車 然後把車簽回來,一定要量成即日,而且要及時 把這個車簽回家他才覺得心安 簽回家之後他不見得直接回家 他可能會去廟裡面拜拜,然後祈求一個平安符之類的東西 那甚至還有一種講法是,你車一簽出來之後 你馬上就要到修車場去敲三下 然後表示讓你的車乖乖的 這是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然後再來,你如果今天是買新車還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二手車的話 有些人怕他的車子有一些什麼重大事故 或者是曾經不小心撞到一些什麼貓啊、狗啊 有一些可能比較不乾淨的東西在上面 所以台灣後來的這個文化衍生出來了一個叫做敬車的事業 什麼叫敬勒?敬是乾淨的敬,然後車是車子的車 很多廟宇都有提供敬車的這個服務 你聽起來會覺得很荒謬,但是這個就是台灣民間信仰的一部分 那敬車的儀式是怎麼做的,基本上就是把車開進去廟裡面 然後你跟廟方說我要敬車 然後他就會叫隔壁一個攤位的一個老先生出來 然後你就買金紙,然後買鮮花素果,然後買一個紅彩袋 那這個老先生就會來幫你把門打開 把那個紅彩袋綁在你的方向盤上面 然後幫你把那個護身符放在你後招巾上面 然後就拿著那個金紙啊這樣子,在你的車旁邊這樣子 唸一些你也聽不懂的咒語 然後後來咧,再叫你站在車前面 再拿那個金紙燒起來,然後再在你面前晃來晃去 然後唸一些你也聽不懂的咒語 然後希望把這些壞的東西把它清除掉 所以這個也是台灣構成文化裡面算是比較特別的一部分 因為我親眼看過人家做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用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覺得我的心裡是 很多車主的心裡是得到平安的 當然在那邊並不是鼓勵迷信 但確實這是台灣這個 汽車文化蠻特別的一部分 或許有機會你來台灣 看到人家把車開到廟裡面 拿著那個紙錢啊在那邊弄啊 你不要覺得很驚訝 事實上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